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跟邓文涛这个人一向心眼小啊 人家徐子东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 哎 没有没有 不像干 另外说什么有关部门封杀那也不是 只是学校里有些行政方面的 不过我以后就少来一点了 不拿钱了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这伟大的这个这个什么共产主义精神啊 就体现在我们这个徐老师身上 其实呢 咱们这个节目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啊 经常会有一个嘉宾呢 一段时间就消失 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大家都是喜欢猜啊 但是也希望你要知道自己是在猜 那么这个徐老师就消失过好几次 对吧 哎 反正这次又来总是一个这个喜事情啊 真的 以为我最关心的那个 我当然也关心徐老师啊 我最关心的我们的共同的朋友是谁 那我都忘记他名字了 怎么办 又停 又停啊 好像要消失蛮久了嘛 好像快要生产了 哦 对啊 他怎么好像跟徐老师同时消失呢 一定是臭蛙去 带蛙去 哎呀 反正徐老师大家很多 我发现很多观众啊 你天天做的时候呢 有的人还骂你 但是你就人真意不在了 人真的老不来啊 想你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但是我也挺感动的看到很多回帖 不仅是为了我 而是对我们这个节目 这些观众的意见啊 其实也是在帮我 因为我们在做我们自己不觉得 那人家旁观者清 对你这个节目的定位啊 缺点优点啊 什么都都会有讲 那我们花了时间嘛 当然希望他也有价值 对作为这个娱乐节目 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对吧 但是我我就跟你讲 就我的很深刻的体会 你看你们都是大学里的老师学者 这个学者能够上电视啊 是需要有条件的 不是所有有学问的人 他都能够上 那么哎 能够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意愿能上电视的 我认为这是你们的公民责任的 对吧 老说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啊 什么比赎不堪啊 那是啊 你们要是不来 不尽你们这个社会责任 那不就得让我这样的这个跳梁小丑 是吧 毒化人民的心灵吗 所以 哎 我觉得你们应该尽你们的这个公民责任 应该多来我这个节目 对不对 像谁也行 闭门谁做也行 反正每个公民都有他的责任 我还是很喜欢我以前讲过的四个字 老祖宗说的 量财是性 财跟性 每个人 你最怕是找错了位置 那糟糕了 大财小用 或者说小财滥用 那那个财跟性 所以上有些人闭门做学问 研究 一百岁 五十岁 那尽了他的贡献 我觉得最重要 所以这个徐老师 你看他这个 我这段时间写的时间就多了 我欠那个 广西师大的一本书啊 写张爱玲一本书 被我赶出来了 所以也有好处 那你不能把我们的坏处当成你的好处 而且这个徐老师 大家也是希望你这个装了支架的人啊 能够身体能够健康 对吧 听说最近有时候 发现早薄 早薄 对吧 真是 我跟你说 你不要担心了 徐老师 你一定要 我就是担这个心啊 对 你别担这个心 你现在要严格锻炼 严格饮食习惯 争取啊 一定要活到2045年 活到2045年 永生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真的 我现在给你报个信啊 谷歌 工程总监 首席未来学家库子维尔 他 最近说了 他的预言呢 这几十年 他80%的预言都应验了 呃 就是比如说谷歌眼镜什么的 他说啊 到2030年左右 我们将可以利用纳米机器人 通过毛细血管 以无害的方式进入大脑 并将我们的大脑皮层 跟云端 跟云联系起来啊 呃 就像我们的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现在不是科幻了 就是到2030年左右啊 呃 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 呃 有一个这个这个临界点 会预言会超过这个人类 然后你看 他库子维尔坚信这个起点 绝对存在 届时在技术的帮助下 人类将实现永生 库子维尔认为 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 因为到那一年 非生物智能的创造力将达到巅峰 超过今天所有人类智能总和的 十亿倍 所以库子维尔说 这个我认为在2029年左右 医疗技术将使人均寿命 每过一年就能延长一岁 然后呢 他现在就开始 遵从严格的饮食习惯 希望能够活到2045年 以便从此长生不老 而且到那一天 你知道吗 不但是人类可以进行远程性爱 库子维尔都说了 就说夫妻俩甚至还能换着玩 哎 你想知道老婆 这个这个夫妻生活什么感觉 换换 他就玩 就是说 男的就拼命来高兴 对对 你看 这都是他是接受权威媒体的 这个杂志采访 就是接受花花公子的 杂志 灯出来的 怪不得 是不是 不是不靠谱的 有可能 这是很多科学家 现在的一个 一个预 但你不觉得这也是灾难吗 生的意义就是在于死 没有死 生有什么意义 要是人类都是永远活着的话 这世界就是灾难了一塌糊涂了 那看你活着健康不健康 像你找博家 我还是不懂 找博为什么担心 我只担心自己没办法找博 这个人 博非那博 不一样的博 这很奇怪 大不同的 但是咱们说 最近 要不说 我说你们大学教授 就应该多上公共平台 因为大家活有公共的兴趣 最近有一位老学者 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感叹 这是我近些年来所知道的 大学者当中 活的岁数最大的一位 周有光 老先生 而且呢 真的是终点 又回到起点 他出生于1906年1月13日 1906那时候还是谁啊 光绪啊 还是谁啊 反正还有皇帝呢 可是他是在2017年1月14日去世的 多了一天 你说这个功德圆满呢 刚过完这个生日 约整整112岁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 他在中国这个整个 我觉得伴随着中国的这个近代史 现代史啊 人们说他是现代汉语拼音之父 但是老人一直否认这一点 他说我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是拼音之子 我是拼音之父 我是拼音之子 周有光老人 你再看他这一生的际遇很有意思 这是当年在剑桥大学的 周有光啊 风华正茂之时 你再看下边 他的太太 徐老师知道吧 张允和 对 著名的 合肥四姐妹 合肥四姐妹 张家四姐妹 老二 名门归秀啊 这四姐妹 你看 张允和 还有张兆和 张兆和 沈从文的 沈从文的太太 你再往下看 这是这个三个连劲 三个连劲 这四姐妹的三个连劲 顾志成 沈从文 周有光 还有一个 第四个是一个外国人 是一个汉血家 嫁了个外国人 你再看 这是这对夫妻 这个 抗力情深 婚姻生活 七十年 这个张允和 是九十三岁的时候 过世的 据说那个 当时对周有光 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就老人呢 就是半年才缓过劲了 你看 再往下看 我想请你看的是他 他这个书桌 就是据说张允和去世之后啊 这个周有光啊 就没有回过 基本没有在卧室床上睡 他就在这间书房的沙发上 他也是因为他觉得床太高 上床就 就是个困难的事情 这张小书桌 包括这个书架 伴随着这个老人 每天在这读书 看报 你再往下看 你看 这张书桌 哎 就书桌 这个残破的地方 他都拿那个胶布 拿透明胶 给贴上 就用了多少年 小书桌 小书架 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慨啊 我就为什么要看这个书桌的这个照片 你说我也有个书桌 我的一个台湾朋友送给我的 能把你们给吓死 我这书桌是一个长三米四 长三米四的这个宽 得有八十厘米的铁梨木的毒板 十厘米厚 我台湾的一个收藏家朋友 就赠送给我的很很重的一个礼物啊 哎 为此你要付出很大的房子的价钱 这么大的一个一个书桌 人家你看周有光的这个老人 我就觉得人家的学问和人家的书桌 与我的学问和我的书桌都是成反比的 但老人家你看这么一个残破的小书桌 做出了这么大的学问 我整天在我这个壮观的这个书桌前面发呆 我发现每看十分钟的书 我有五分钟是在欣赏我这块木头 我就觉得很很寒碜跟这样的老学者 不管你书桌多大到最后你坐在前面 还是看你小小的手机 没错 还是刷屏没有用嘛 就像我现在跟我女儿 年轻人出游都是 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美丽壮观等等 她的世界就是手机 活在手机里 女儿看外面那山都漂亮 漂亮 然后继续刷 就是这样 这个的确是这个科技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目前这个iPad这类的东西出来 改变了人们对书房的概念 以前我搬家 我要一间很好的房间做书房 要一个大的书桌 要放很多的书架 这个房间的作用很大 现在我发现作用越来越下降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把文件放在iPad里边 你会坐在客厅里边工作 对 对不对 听音乐 顺便有时候来看电视 这改变 不讲解周永光了 他跟我校友 对 他光华大学 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他最早是那个 教会学 就是圣约翰 圣约翰大学 现在是华东政法大学 那个是最好的一家 但是他是光华 我那个华东师大 我就想起这个 顺便跟你们说 华东师大中文系 我有一次回去开会 原来的文学院长说 我们中文系在全国的地位怎么样 我不敢说 但是有一点 长寿的人最多 中文系 据说不到两百个员工 九十多岁有十几位 八十多岁有三四十位 我可能记不清楚 可能数字还要大 所以我回到学校 有些教授 像什么张德玲 什么八十多岁 没人尊敬他们当老先生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徐忠一先生一百多岁 我的老师前古荣 今年九十九岁 我今天要赶回去 所以徐老师 您要对你自己有信息 对 早博 咱可以早博到两百岁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早博 你说一个人活这么久 我就觉得 他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跟哥哥玩 到现在 我同龄的朋友很少 都是好像 我为什么老觉得年龄大的人 我喜欢 最近比如像周有光 你说他弄个小破书桌 他们后来有人讲 他说 我这一百多岁的人 我经历了什么 三次破产 就是说 最早是长矛 他叫太平天国 打到他们家 他曾祖父 自杀了 家产一空 然后到后来 日本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们跑到重庆 托一个人 看着他们苏州的家 抗战胜利了 回来之后 发现这家里都没人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住了别人了 然后就是文革的时候 他弄到宁夏武器干校 然后呢 再回到家 被平反了 再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连篇纸片都没剩下 就等于这辈子 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达官 他四个朝代嘛 他是晚清 就是然后军阀混战 这是民国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叫四朝元老 然后成民啊 就是国民啊 人民啊 公民啊 都做过 不过他最有戏剧性的一点 就是说 他很晚才参与这个文字这个专业 他之前啊 是经济学家 对 他在复旦是教经济 他快五十岁了 才做到这个 就是那个 拼引改革的那个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争问 说他是不是这个 这个自负 这个东西我没有发言权 我也不懂 吴玉章啊 他们很多人 如果讲拉丁话 肯定不是他 那个瞿旧牌 他们三十年代就争论 五四的起源 我记得我父亲 我父亲跟他就差不多年龄的这样 他一早就告诉我 他说那个时候就收到传单 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 就是拉丁话 世界语 这个是一个潮流是很久的 就是等于今天的孩子们用这个拼音输入法 也要感谢周有光 但是当然就你说这个对 就是说汉字的拉丁字母早就有人提出来 好像最后啊 从政府行为来说呀 据说是毛泽东派版的 就说那就选用拉丁字母吧 但我觉得这跟五四的时候是两回事 五四的时候他们极端的是提出废除汉字 就咱就用拼音当文字 事实上咱们现在是个双轨嘛 对对吧 而且是一个辅助 但是问题是海外有不同的注音系统 后来就是以这个来成国际的标准 不过周有光呢 现在这么有名呢 除了他参与这个汉语这个事情以外 还有两个因素 一个元素就活得久了 我们来讲 另外还有个因素 他越到老越敢说话 这点啊 有点像巴金 我们前不久还开了会纪念巴金 巴金啊 你看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家 比起跟他齐名的作家 比方说编程了 骆驼翔子了 张爱玲的传奇了等等 其实都不如 就文学史的地位啊 巴金并没有 甚至还不如潮语 就雷雨这些 但是到晚年 巴金的名望 巴金的这个形象 在我们心目当中非常高大 为什么 敢说话 周有光后来也是 周有光到了晚年的几个谈话 几个采访啊 切中要害 而且他 我觉得他比巴金 或者说那一辈的人啊 有的多了一个幽默感 他一直除了年纪大 有些人年纪大就坐着等吧 他不是啊 继续写啊 继续接受采访啊 我猜他家里门经常打开的 我过一阵子就看到什么 什么中华读书报 什么报 对 他也一聊聊了十个钟头 这样子 然后里面非常幽默的 比方说他自己取有光 要比明 要比明嘛 就是对于生命充满希望 所以他到九十多岁 还是每天都是 各起来 就告诉自己说 这个今天一定要有新的知识 新的想法可以出来 我觉得因为 他你说他敢说真话也好 职严部位也好 什么样的批评批判都会过时嘛 对不对 过去了 你巴金说多少的真话 他批评到年代 当然你们有些部分还保留 到今天还是面对 真的让人家会有感染力 就算很年轻的文青 看到周有光 你家老头干嘛 然后看一看他采访 会怕对他那种生命力 乐观 幽默感感染 所以这方面我是有希望的 他这个周有光说的一些话 确实是 你看这个老人身后 其实也引起争议 就是你看很多人 特别都怀念他 但是我发现 也有的人写几篇文章 就是说 包括说他是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他是之一 然后就是说 对 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说他讲的那些话 到底是不是对的 甚至有人 我就发现 当年唯阶级成分论都出来了 就是说 这圣约翰大学 当年就是帝国主义的学校 教会的学校 说这个学校除了周光 你们算算还出来谁 一损的都是右派 就是宣扬自由主义 等等啊 但是呢 我倒是因为这个呢 就注意了周老先生的一些话 我觉得是不是老学者呀 他就有这个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这样一种能力 比如说他就说 他认为人类的道路只有一条 从经济上来讲 先是农业化 后来是工业化 现在是信息化 那么从思维方式上来说 最早是神学思维 后来呢 是玄学思维 玄学思维讲的就是推理 然后呢 现在就是科学思维 然后呢 从政治上来讲呢 最早是神权 后来呢 就是叫什么权了 专制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是民主 他认为呢 历史的发展 所有的这个这个模式 最终会遵循着这样一条道路 你可能呢 会落后 你可能会走偏 但是你最终 还是会回到这条道上 其实这条道上 说到底 他就说回到五四嘛 五四呢 就是德先生 赛先生 就是科学与民主 他认为这个是人类的 这个必经之路 从学术上讲呢 是有点简单化 但是他具体有些观点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比方说他说弦学啊 弦学就是信仰 就是意识形态 而科学呢 才是要实证 才是要这个 这个研究实现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意识形态 来管理科学 你就是有一些东西 是不能怀疑的 这就不是科学 所以具体来讲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对 你这些不管具体不具体 这些话我们常讲 我也常写啊 问题是他是周有光 我是马家辉嘛 他一辈子是用他的生命 他的专注 他的他的幽默感啊 他对中国社会 他经历过的苦难 不仅他 整个家族 说出来的话就有力量 让我们 让我们要不断再去想 我觉得所以这个 没有办法再打造的 不是因为他讲的话 因为他是周有光 他经历了一百年中国的苦难 而且还在那边 而且还 就像我刚说 不是闭门作哲 看韩剧 他是那个 继续 一天看 一百多岁 一天看五种报刊 而且这个 他这老头 还不能说老头 这个可敬的老人 他的纽约时报 时代周刊 他国外的朋友 要给他记 所以实际上 他是了解最新 所以你看 比如说什么 阿拉伯之春 这些话题 他都经常谈 就是跟当今世界 发生的很多事情 温家宝有一次问嘛 说中国为什么 很难以出大师 他呢 就引用了韩裕的一段话 咱们广告之后 再说说韩裕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韩裕这个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说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但是具体分析起来 真是每句话都有道理 他说侧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以尽其财 明之不能通其意 啥意思呢 就是马在这里啊 你要骑他啊 你不让他走好好的路 对不对 你让他到泥潭里 吃东西呢 不让他吃 他应该吃的东西 第三最重要 这个马教啊 你听不明白他的话 所以后来他回答什么 回答他说 中国的大学有什么问题啊 就官僚化嘛 他这个官僚化 就是压制学术的 怎么压制呢 不是说这些官员人不好 而是说他们 就是说他不懂 所以呢 他说这样三条犯了以后 然后骑在马上 然后说天下无马 天下无马 你想想看 这多形象 我现在 他那番话 我就想到了 大学里很多官员 就这样 天下无马 天下无马 我再给你念一段啊 他说改革开放 建设小康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呢 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 就是中产阶级 可是迎新的时候 就迎新娘的时候 掀起盖头 一看 不是中产阶级 而是新兴权贵 所以家辉你讲的对 其实现在有些时候 我觉得 不是说这人思想多深刻 只是真话而已 没有 还有他的生命力 我觉得真话 也要讲的很深刻 比方说那种表达方式 很深刻 你听完 不管是引用古言 还是金语什么 你那个很深刻 另外就是 是谁讲 谁来讲 同样的话 周有光讲 我刚说 一定要有人骂我 马家辉把自己比喻出来 我当然对于这 我光是个屁 然后他的生命力 我们谈他 与其说他怎么样深刻 怎么样个 那个讲真话 因为会在中国讲真话的人 也不少 有些讲了 不一定能够听得到 有些讲完了 也以后再见不到了 但是你别忘了 就是能力大 责任也大 责任大 代价也大 就对 你讲个这个真话 也许你还没事 对吧 所以他这周有光 他一板 为什么我们说 八经晚年讲真话 不容易呢 就是因为相比之下 其他的一些老作家 到了晚年 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因为各种原因 比方说 我可以不忌讳地说 比方丁玲 比方爱卿 比方藏科家 科学家也是 比方前一学生 前一学生贡献非常了不起 可以看看他大跃进以后 算的科学账 对不对 所以一个做科学的人 他能够到晚年 这么犀利地讲 你知道他还有一段话 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现在大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官员要文凭了 然后就到大学里 去拿文凭了 他说呢 就会出现什么 叫真的假教授 跟假的真教授 听到没有 他说真的假教授 就是人家花钱 买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文凭 其实不是教授 假的真教授是什么 把那个集扩展了 来了几个其实没学问 但是他真是教授 对 你看 戏生怨了 来了个院长 副院长 对 这就是教授 就是假的真教授 我发现是什么 真理啊 其实很难被发现 但是很容易被遗忘 就像韩玉刚才讲的这个话 这人家千年前就讲了 可是我们多少时候就会遗忘 到现在 分分钟还是这样 当然了 就是说讲真话 也不见得都是正确的话 比如说有些人对他提出意义 就是说他到底学问有多大 包括他对陈音确的评价 那意思就是没什么创造性 就是两只脚的疏除啊 那大概类似的意思 包括他对季献林评价也不高 到底是不是 对季献林词